生活 时事 音乐 我们什么都聊 我是王凯 我是Wii 无聊吗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麦啦 中网新闻网一同开麦啦 欢迎来到这里 我是王凯 我是Wii 欢迎你在周一的下午又加入我们的行列啦 没错 我今天有点疲惫 我看得出来你录音的这个状态 请问你发生了什么 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属于比较要接触外宾的 那今天有一位外宾就是不小心的确诊了 所以就搞得我心有点累累的 他早上才刚戳完戳戳乐 戳戳乐 还好还好啦 一切平安大家放心 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大家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对啊 疫苗打好 消毒都记得要做好 那在节目一开始 我先来呼吁大家一下 我们的YouTube频道 就是要麻烦大家 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出去啦 记得也要开启小铃铛 搜寻中广新闻网 另外我们也有Podcast的平台 如果你喜欢在上班途中 就是开着一个声音陪你啊 接收新闻资讯 也欢迎您上到Podcast 各大的Podcast都可以 搜寻中广新闻网 帮我们订阅一下 然后帮我们听一听 我们的好节目 再麻烦大家啦 是的 这一周啊 我们要先来聊一个 稍稍一点点严肃的议题 是什么 这礼拜即将到来的是 9月21号 我相信Wii这个脸就是告诉我 他其实不太清楚 921这个数字啊 我自己毕竟没有经历过嘛 就还没出生 921在1999年 真的是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1999年的9月21号 是发生了很严重的大地震 所以呢 后来啊 921就被台湾定为这个国家防灾日 但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只有听过 没有就是真正的经历过 对啦 就像我其实 那时候可能也没什么记忆吧 可能有一点点印象 哦哦地震地震 就这样而已 对啊 所以我们都是耳闻 就是自己的爸妈 对耳闻 然后听到说 说多严重 可是我们自己其实都不太知道 是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呢 今天带你从媒体人的角度来看看921 交给亚原主播来跟我们聊聊 嗨 大概只有一个大夜班的同仁 一位主播 他会留守啊 因为半夜的新闻比较少 然后当时我记得是 他是在1点47分的时候 好像那个时候地震 所有的同仁几乎都在家里 然后后来在一阵天摇地动之后 大家就都是很自发的 就出发 从家里出发赶到公司 那时候公司还在仁爱路三段 五日三号 就现在地保那个位置 然后我到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 应该是只是来看看 有没有要帮忙的 就到时候就发现 办公室已经有很多同事 是自发性的过来了 而且我们整个编辑台 已经运作起来了 包括了经理还有副理都坐证了 我们经理当时是冯小龙 然后他就指挥大家说 采访组要去分配 哪些记者要去哪里跑 哪里跑哪里跑 然后我们主播台这边 开始帮忙接听各种电话 接听记者传回来的消息 然后还有听众提供的一些消息 然后呢 开始轮流的有主播在里面 主持现场 那当初你们大家 主播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担心说 当下可能还会有余震啊 什么样的发生 其实在921之前 我们真的没有碰过 那么大的地震 大家那时候还不太会怕 只想到满脑子就是 航肾上腺素 快速的分泌 就想到说 有这种这么强的地震 一定有灾情 我们要赶到公司去帮忙 人手一定不够 所以我们当时是完全就是 怎么处理这个新闻 有哪些消息要整理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蛮重要的任务 就是当你在停电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他对于讯息是一无所知的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只感觉到一阵的天摇地动 那个时候你会很慌张的 可是如果你可以听到一些 外面告诉你的消息 包括这个地震的强度 然后哪些地方有受灾了 你就会觉得很安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有一些在第一时间 安抚人心的作用 也是一种使命感 然后支撑着大家来到现场 对 那个时候大家就是 觉得这么大的灾难 大家一定要想办法 把我们这个岗位给占好 当初听说也是有开放 这个call in的专线 对 因为其实灾情不会 地震的灾情 它不是第一时间就全部都出来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尤其是这个地震 它最大的灾据是在中部 然后北部也有倒塌的房屋 像新庄有博士的家 台北有东兴大楼 可是这些都不是在第一时间 被我们知道的 我们大概都在开了现场之后 然后我们就会接到各地记者 传回来他们跟当地119 勤务指挥中心 问到的一个最新情况 另外担心记者的点还不够多 到底哪里有灾情 因为黑漆漫物谁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开放了一个平台call in 我们让听众朋友说 你有什么消息 你当地的情况怎么样 你跟我们回报 所以所有的听众都是我们的记者 他们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 他们看到了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后来有些消息 我们没有证实 但是那个时间可能已经太急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传达 说再求证 我们常常就是先把这个消息 报告出来 告诉大家说是哪一位听众朋友提供的 然后我们也提供给消防单位去调查 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就发现 整个晚上灾难就一直一直一直的出现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场新闻战争 第一个礼拜当然是抢救人民优先了 然后接下来 这场新闻战争恐怕真的打了 起码有一个月 对于每一个新闻媒体的人力 还有大家的工作的附和 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考验 应该也是一个很难忘的记忆 我想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每个人 心里面都有一种 为台湾的那种凝聚力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热血的 当那个孙氏兄弟从东兴大楼救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副市长欧靖德陪他们出来的 哇那个时候办公室一看到那个消息 一听到那个消息 大家都几乎都要欢呼了 太高兴太振奋了 说已经隔了这么久 大家都不抱希望 还有人能够存活下来 所以那个是全台那个时候 是一种胜利的感觉 全台一新的感觉 就是从来没有觉得说 台湾在这个时候是这么团结的 那真的是一个蛮好的记忆 当然虽然是一个蛮伤痛的一个天灾 但是我想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我还收过一个听众的信 他在发生过几天之后 他说本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真的很害怕 但是看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以后 他觉得安心了 那这就是我觉得 对我们来讲很重大的意义 很大的肯定 到现在想起来应该都还是蛮感动的吧 那个那一段时间 我们真的觉得是我们是一个team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新闻团队的作战 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台湾台 他们这些记者 他们外景记者 几乎每天都十几个小时 不断的这样 不断的 就是因为你要守在那个灾变现场 那个真的是 你会觉得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 打电话回来报新闻的时候 都是哽咽的 都非常的激动 因为看到一些 看到现场 让他们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对 而且我们也有一些医生 来上我们的节目 上完了以后就告诉我说 我下一个工作 我要赶到灾区区 我要去帮忙 然后这个车马费 麻烦你帮我捐给 灾区的民众 对 等于是全岛一星的 那个时候是你难得觉得说 台湾是一个好暖的地方 真的 这样听起来 真的是很令人感动 那也谢谢雅元主播 今天来到现场分享 谢谢你 好 听完雅元主播的分享 真的是 是不是这样对媒体的这个使命感越来越更重啊 我了解了 我了解到说 原来自己离媒体这么近 你的使命感会越来越高 好啦 那个嗨头有跟大家聊到的是 921国家防灾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如果你还是刚毕业的学生 或是你现在也还是学生 你可能每年都有一个时间点 学校会说 我们早上几点几分 我们要来演习 有 我跟你讲 我有影响 我发现每一次啊 在这种节日的时候啊 学生都会讲 啊 干嘛要做这种无意义的 的行为 的行为 对不对 对啊 我还记得我 我当初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吧 我们学校是要求要 就把书包举在头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但是我们是要举着书包 然后走到这个 操场上疏散的 我记得在高中之前 好像都有这种东西 对然后 还都要看影片啊 他会先这样看影片嘛 然后才训练那个 疏散的东西 我们看影片是没有 但会有那个紧急的警报 对对对 921 921 发生地震 发生地震 然后大家开始拿着包包 就很无奈 这样子走走走走走 对大家都是无奈的脸 因为下去 很热 很热 因为应该都 我记得好像都是9点 21分那时候 对 然后9月你知道 9月还是6点 而且我跟你讲 为什么大家那么不爽 因为除了就是怎么讲 疏散之外啊 就是其实 疏散完之后就是机会 哦对 到底谁想机会 然后他们还会一直 顺便要骂人 是啊 但其实 呃 必须说啦 现在来想一想 我回来看了一下 这些资料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有了99年 很严重这个921的地震 才有这个防灾日 才有这些演练 其实这些演练 它带来的是 希望大家在未来 万一哪一天 当然最好是不要 但是未来万一 如果哪一天 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我们有办法 很紧急的去做好 这些危机处理 对对对 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但是确实啊 应该这样讲 应该说我们平时 都蛮无感的 可是其实 如果都不训练的话 你到时候就会乱成 对 你只会想说 那我到底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我要逃去哪里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东西 其实都还更需要去宣导 对 例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请说 你知道你家附近的 防灾点在哪吗 不太知道 但我会知道 就是学校公园一定的 当然 当然最大宗一定 就是学校或是公园 所以其实 我非常建议大家 趁着这周 刚好是9月21号的 国家防灾日 大家不妨可以上到 这个消防署的网站上面 来稍微了解一下 自己家里附近 有哪里是一个 可以当成防灾点的地方 对 以备不时之需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准备好 万一他哪一天需要用上了 你才不会手忙脚乱 你知道吗 不花一毛钱 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继续回到一同开卖啦 我是王凯 我是Wi 这里是中广新闻网 哈喽哈喽 五安五安 刚刚在上一段聊到的是 关于921 关于国家防灾日 也听了一些 关于921的 小小的媒体人历史 就是听 听老师们讲古这样 真的 我觉得蛮好听的啦 我也喜欢 好喜欢哦 上一段稍微严肃了一点 因为 想要跟大家就是 传达 呼吁一下 应该要稍微了解一下 身边周遭 应该要怎么样防灾 要怎么应变 所以稍微的严肃 这一段我们拉回来一点 Wi要来分享 分享什么 分享日本 日本的大阪地震 我会想先来聊这个的原因是 因为 它到底跟921有什么关联呢 但是没有关联 但是 我本来以为你要讲出什么 多厉害的东西呢 但是没有关联啦 但是 它是我第一个 强烈感受到 真的是地震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它发生在我高三 毕业的那一年 那蛮算是很重要 那一年我爸妈带我出国 我去完 我们去了大阪 在6月中的时候 2018年的6月中 然后呢 我们去的第一天 我们刚进饭店 进到10楼里面 然后就是我们就 就是先把东西放下来嘛 接着地震就来了 地震就马上就来了 这么刚好 就是刚要休息 对啊 放下东西的 对啊 而且那个地震是真的很大 那你们又在很高楼层 其实也没有才10楼 重点是那个地方 其实蛮新的 那个饭店蛮新的 你就知道说 以日本的建筑结构来说 已经是很强 强度应该蛮好的 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摇成这样 这么明显的 对 它的那个摇晃的等级 有点像是我们在那种 摇摇乐 那个叫博物馆 我们不是高雄的科学博物馆 科工馆里面的那个体验 体验的最大等级 吓死我 真的 它的震度到多少 它到6 到6 我们就查到6 爆出来的是6 爆出到6 那还比 它是有宅情的哦 还比921低耶 因为921的震度 我印象如果没记错 那时候看资料是7 低了一点点 所以那一次的地震 是最让我感受到强烈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震是小事情 不能说地震是小事情 这个地震其实是日本 它在近年来 算是蛮大的 而且大家很害怕说 会不会引发海啸 对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些新闻 好像都立刻马上在追踪 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甚至是日本的在台协会 就说如果你那边有发生灾情的话 可以打电话打给他 日本在台协会 还是台湾 驾日驾日驾日代表处 跟正式驾日代表处 就是要服务台湾的侨民这样子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可见它是真的有灾情的 它是真的明显的 因为这个地震啊 很多的车站的那个站 就是怎么讲 那叫站牌吗 就是看那个发车时间的那个牌子 掉下来 还砸到别人 天哪 那真的是很大 因为大家要知道 日本就是一个也是 长期会发生地震的一个导国 形态的地方 所以对他们来说地震也是一种 每天会 也不能说每天 就是很普遍的事情 那在那么普遍的地方 还能摇到这些东西会掉下来 那就代表真的 可见说它的力度真的蛮严重的 对吧 那你有看到他们的人的一些 比如说应对啊 逃生啊 这些东西吗 我有看到 因为那天就是有行程 我们要出去玩 首先呢 就是地铁一定都是没有开的 就我们的捷运 他都是停驶的 都是停驶的 完全都停驶的 还不是说慢速巡轨 我甚至连他的电梯都下不去 连这个都停 对 因为就是也不是停 就是他们说他们全部都要剪裁过一遍 哦对对对 日本好像会这样对不对 就是他说 就是那种比较大的地震之后 他们是要先请工程人员来确定 来看一次 他是ok的 那个轨道可能没有坏 没有歪怎么样 他才会复用 才可以复用 对 所以等于说我那一天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停摆的状况 然后我的行程也是完全卡住 我们那天刚刚要去京都 对 就完全都卡住啊 然后我们就是等于说我们就看 那我们现在能去哪里 我们就往外走去 这样看来看去 公车完全都是人 就等于说大家没办法搭捷运嘛 没办法搭地铁 搭地铁 对 这是我们这边的捷运 他就只好转搭 公车 就只能用公车去接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怎么办 我们就只好就是随便晃晃 我们去 就是用走路的吗 对对对 7号公车 对对对 我们用走的 我们就走走走走走 我们走到那个南坡 南坡去那个UNIQLO 我先逛一逛 去那边逛UNIQLO 重点是 我才逛了一下下 逛不到一个小时 他就说他要关门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災情是 也不是災情 要说他那一天 就说直接停课 因为就是毕竟你的交通 都已经停下来了 你交通路网都已经 就整个shut down 对对对对 所以他随之而来 就是要停课 那我觉得 总归而言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 最让我看到的点是 他们没有一个人在骂政府 就让我觉得 哇哦 如果这个发生在台湾 应该说 他真的骂了吧 我在当下 我就在那里想说 你捷御要停多久 对对对对 其实我之前那时候在等 我想说 那我的行程就泡汤了 结果他们骂的声音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他们没有在骂 真的假的 我甚至看到有个日本学生 他直接把他的便当盒拿出来 直接吃了 你说在路上 就直接坐下来啊 然后就在那边吃便当 那真的是 等于说可能训练有素 对啊 就是 这个就是日本的文化吧 我觉得他们对啦 他们 这方面还蛮有秩序的 这的确是个好事 而且我记得 我好像曾经看过一些 关于日本的报道 尤其是地震啊 演练这些 我记得他们的演练 上一段说 我们台湾的演练 好像小孩子 都会摆着一张脸 然后就哦又来 这样子 我记得他们的演练 是蛮 蛮扎实的啦 还蛮有趣的啦 这个也是 两个文化的不同 对啊 两个文化的不同 也是提供给大家 了解 了解 参考 参考 好啦 那说完了 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 我们来讲 你很开心的 我觉得不严肃啊 刚刚这一段 蛮有趣的 就是我的大阪地震 对啊 你的大阪地震蛮有趣的 重点是我去了五天 有两天 就是沉浸在那个地震里面 啊两天 就一天地震啊 然后隔天 隔天有些地方 就是停止 不能去 而且 那他们真的是 蛮严重的 我再偷偷延伸一下 没关系 我的后面两三天 都在暴雨 我在环球影城 都在暴雨 要怎么去环球影城 暴雨 然后玩那个 那个轨道 那个整个相反的 是这样 我在暴风雨里面 这样 所以你还是去玩哦 当然了 哈哈 你也是蛮疯狂的哦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 你可以把那个 环球影子聊完 所以也不用买那个 完全不用买 特殊通关 我跟你讲很好笑 因为我爸 因为我们有买快速通关的 然后我还用了 结果我们回来的时候 用个头啊 我爸同时跟他讲说 其实你知道快速通关 其实可以放着 下次再用就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那在期限内用完就好 对不起我是香八楼 我即便去过其他环球啊 我也不知道 可以这样用哦 可以这样用 重点是我觉得 好啦 那一天真的蛮开心的 因为那一天 就等于说 我通通都不用排队 平常要排队都不用排队了 完全不用排队了 所以其实我可以玩两次以上 平常要排到一次就不容易了好不好 可是哦 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回程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他的列车写说 他不会写说 以前都会写说什么五分钟到站 对不对 他那一天是写说 他不固定时间 他不跟你 没法跟你确保什么时间会到 你是说地铁哦 哦 好像JR 哦JR 对不对 他就写说 就是没办法跟你保证 有就有 没有你就想办法 我就想说 What 你是去那边感受天灾的 对啊 不是去感受日本京都那种文化 你是去感受暴风雨和地震 这样子 我的毕业旅行就这样 那是你的毕业旅行 那是你的高中毕业旅行 高中毕业旅行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我对日本的这种旅游东西 我现在好怀念一种日本的东西哦 我相信不止你 应该很多年轻人都是吧 应该是啦 但是你知道我很喜欢什么 什么 你猜猜看 日本的 日本文化里面的一个东西 火车 no 便当 澡堂 便当也不错 但我很喜欢澡堂文化 其实倒不是说泡或怎么样 是我觉得 日本有一些就是澡堂啊 温泉那些东西是 你泡完之后对不对 你出来 他不是会有一个休息室吗 对 然后他那个休息室会有榜榜米吗 等等等我怎么觉得你喜欢的是看人家 不是 no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出来之后是不是 你就是身心舒畅的时候 然后可以投旁边的那个牛奶 哦我知道 我好想好想回去 或者投一碗泡面之类的 对啊然后临时 然后坐在那个榻榻米那边 然后就是你泡完身心舒畅 全身暖暖的热热的 然后喝那个牛奶冰冰的 然后就哇好享受哦 说到日本你知道我有一个外国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你们怎么每个人台湾人都去过日本啊 因为很近啊 因为真的很近 而且很便宜啊 对对 真的不得不抱怨一下哦 就是一些观光圣地 为什么那个饭店的钱可以跟 去冲绳啊去大阪的钱 住宿是差不多的呢 对啊那个观光圣地 可不可以自己那个 尤其是国内的 各位稍微的在节庆的时候 帮我降一点钱 诶那个降价哈 那个十月时候我要出去玩哦 地震吗地震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我 但是我们太激动了 碰不到桌子 好啦我觉得聊这么多跟旅游相关的 我真的是好想 好想继续聊下去哦 对啊 他是好想去旅行对不对 也好想去旅行哦 而且好久没有去马来西 马来西啊 为什么 对啊好希望疫情可以快一点过去 我也希望 嗯这样才可以赶快出去旅行 嗯 好啦我是王凯 我是V 一同开麦啦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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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